热爱生活,分享人生,大家好,我是叶子叶先生,欢迎收看本期的节目 在我这个频道,经常会聊到中国和加拿大很多文化上面的差异,很多文化上面的不同 那么今天呢,响应很多人问我的一些问题,我来做一期关于中加这个饮食文化的节目 为什么要聊这个中加饮食呢? 其实很多海外,特别是在我们加拿大的华人都会发现 在北美生活,这个饮食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同 作为中国人,如果你有一个非常强壮的中国味的话,在饮食上会非常的不习惯 时间久了,朋友们自己也会交一些本地的所谓的老外朋友 和这些老外朋友在一起吃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他们吃东西和我们真的是非常不一样 我就有深刻的体会,因为我太太本来就是加拿大本地人 经常我们每周日都会回岳母家吃饭,回娘家吃饭 然后呢,这个岳母的手艺很不错 但是呢,这个我还一直这样跟我老婆说 偶尔吃一吃,我绝对没有问题 但如果让我天天吃的话,我可能会挑战难度相对会偏大一些 我把我周围的朋友们,他们的饮食习惯归纳成三个特点 主要就是酸、冷、剩 什么叫酸、冷、剩呢? 首先我们来说这个酸啊 这个加拿大人是非常喜欢吃酸的东西 但是呢,他们本地人,他们自己不觉得酸 他们觉得这东西是,可能甚至于是甜的 我打一个比方 他们这里,番茄酱、ketchup是用的非常非常厉害的 他们甚至于有这个所谓的加拿大口味的这个chips,这个薯片 ketchup flavor,就是番茄酱口味的这个薯片 加拿大人对吃酸是非常非常的有研究 你看,我一讲到酸,我自己都淌口水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他们吃的很多菜里面都会放酸 我打一个比方,色拉 他们的色拉这个sauce,这个酱里面 经常会有很强很强的这个vinegar这个醋的味道 他们自己调制的话会加很多的醋 如果你去餐馆的话,也会有很强的醋味 他们很多热食,也会有很强的酸味 打一个比方,我个人非常喜欢吃辣 在饭店里面,你说给我一个辣椒酱 他们给你的,比如说tabasco,都会非常的酸 当然也辣,但是酸我觉得比他们的辣要更加的夸张 那么除了这个辣以外,这个番茄酱我觉得也是带有酸味的 但是我跟我老婆或者跟我岳母每次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们永远不承认,他们总觉得这个ketchup是甜的 他们哪怕做一些鸡胸肉,用烤箱烤一些鸡胸肉 也会最后撒一些柠檬啊,柠檬汁啊 柠檬汁在超市里面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配料 那么总之,如果你要去加拿大朋友家做客的话 你就要做好这个吃酸的东西的心理准备 他们很多,包括连烤猪排啊,烤drips 他们的barbecue sauce,很多都是偏酸的 那么说完了酸,我们再来说冷 冷盘在我们中国的饮食里面当然也很重要 冷菜,凉菜也很重要 甚至于我们北方也非常流行吃这个凉面呀 等等一些东西 但是在加拿大吃凉的,吃冷的东西 那是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的 很多的这个主食啊,真的是当饭吃的主食 他们都可以是真的是凉的东西 就是很凉的,甚至于他们烧好的东西以后 他们会摆,摆到一个菜已经不是很烫了 就是很,还有一些余热了,不能说是凉的 那就已经很温了那种 你吃不到那种像我们中国那种一定要张嘴 要吹一吹,然后再一筷子那种菜 在加拿大这里你基本上是吃不到的 你吃牛排也好 你出去吃,去餐厅吃牛排 牛排不可能那么烫 土豆泥也好 烤鸡翅膀也好 基本上都不会很热 我都不能用烫来说 都不会很热 基本上这个温度就是,就是很温的 所以如果你不喝点开水的话 你会觉得这顿饭吃的很冷 就连做pasta 他们做好以后都会凉一凉再上来 这个感恩节圣诞节要吃这个烤鸡,烤火鸡 都会烤完以后 别着急,摆摆,摆温了,摆凉了 再骗,骗,骗成一片一片 等到真正上桌子开始吃的时候 已经基本上是凉的了 可能因为加拿大这里冬天比较长 大家也确实不怕冷 我反正是不太习惯讲 因为吃一顿凉的东西就是从头到头凉 第一个头盘是个色拉是凉的,酸的 然后主食上来又是非常的温 也是偏酸一点的 然后最后再来一个甜点 因为我个人不太喜欢吃甜的 甜点又是凉的 就整个这一顿饭吃下来以后 你没有觉得 虽然你获得了很多热量 但是你的身体不觉得热 还是很冷的 凉的说完了 我们再来聊聊说这个吃剩的 说到吃剩的 我觉得加拿大人真的是把吃剩食 提到一个无限高的境界 真的是充满了光芒 为什么 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大家都知道 这个菜如果不新鲜的话 很多人是不吃隔夜菜 不是隔夜饭的 老外这个吃剩的那真是牛 我打一个最常见的最简单的比方 很多年轻人 由于平时生活可能比较忙 或者是工作以后要跟朋友聚会 时间比较紧 他们会选择周日这一天 把一周周一到周五的午餐全部做好 比如说做很大量的色拉 然后做很多鸡胸肉 或者是shrimp做一些虾子 或者是牛肉 然后切好 铺到这个色拉上面 然后装五份 用五个餐盒装好 这就是周一到周五的午餐 作为一个中国人 你会吃在冰箱里面放了五天的食物吗 由于我长期和外国人生活在一起 现在我已经比较习惯 一个剩菜吃个两天三天 有时候我会做这个盐水 盐水量比较大 我们家现在吃肉相对偏少 一只盐水我们可能能吃四天 就一周周一到周五 荤菜可以是一个月准下 就可以搞定了 那么刚刚说了 这个很多年轻人会把一周的都做好 然后礼拜五吃的东西 其实是礼拜天就做好的 在冰箱里面放了五天 那么更普遍的是什么呢 更普遍的就是 今天晚上烧很多 很多的这个量烧的比较大一些以后 他们可能会周一烧一顿 然后周二周三 这两天的午饭 带的都是周一的剩的 比如说 我们今天烧一大锅pasta 意大利面 然后吃完以后还剩很多 就存到这个午饭 第二天的午饭 甚至于第三天的午饭 所以我在教育局工作的时候 很多学生住在Homestay的 特别是中国学生 亚洲学生都会抱怨 说哎呀 这个Homestay虐待我们 不给我们吃新鲜的食物 老是给我们吃剩菜剩饭 其实真的不是别人刻意 这个为难你们 刁难你们 他们也是这个 大家也吃这个 所以你如果不能很好地理解 加拿大文化的话 你可能真的会有一些误会 如果有学生家长 看到本期的节目的话 如果你的孩子跟你说 哎呀 我的住家老是给我吃 这个剩饭剩菜 你真的不要觉得 好像是遭到了虐待 好像哎呀 我花了钱 怎么只给我孩子 吃这些不新鲜的饭菜 其实这里的文化 真的就是这样 我每天晚上烧饭 我在装菜之前 我都会有一个 我老婆的饭盒 我都会帮她把第二天的 盛好了 然后直接装完饭 她的午饭 就已经在我们吃晚饭之前 我就把它装好了 这是她 比如说我周一烧饭 这是她周二的午饭 如果周二吃完了 周二晚上我没烧饭 周一如果还有剩的话 可能真的会 再把周一的剩饭 再给她一些 作为周三的午饭 真的会这样 在我们家 这是很常见的事情 这真的就是 加拿大饮食的文化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 希望本期的节目的内容 能给您带来一点点的帮助 帮您对这个 加拿大人的生活 饮食习惯能够有一些 更多的一些些了解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